我們花點時間聊聊的是債券 因為債券ETF大概是這個月大反台 那我們節目有來賓是從今年年初 就建議大家分批式買進債券ETF 當然很多觀眾朋友就很沒耐心啊 就一直說債券ETF也沒漲啊 這個月終於漲了 真的 好不容易 對 好不容易 那今年以來韓系的報酬率呢 大概比如說00773 這前十強第一名中性優先金融在 大概是將近12%的一個報酬率 然後像是國泰富邦 然後中性高平等公司再等等 大概都有8到10%左右的獲利 所以呢我想請教一下豐哥 就是針對於2024年 你自己會認為你的評估是 債券型的ETF涨得比較多一點 還是股票型的ETF涨得多一點 哪一個市場比較有機會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啊 因為明年就是有可能會降息 但降息的時間點說不準 之前可能有看到說 六七月可能開始降息 那我們知道債券如果有降息的時候 會有價差的收益 但如果這個降息的時間跟幅度 我們沒有辦法那麼掌握 或者說降息 譬如說我認為明年的降息的幅度跟次數都不會太多 那我基本上還是會把2024年設定為是 債券是以賺席為主 不是賺價差 其實我們如果剛才看前面那個排名的話 你可以發現他們雖然報酬率很不錯 但其實裡面至少超過一半以上都是來自於席的報酬 沒錯 因為你看這些全部都是高息的債 都不是都不是用價差來 真的價差賺到只是他一點點的 可能搞不好是2-30%是價差 不會6-70%都是息 所以我認為明年大概這個模式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 後年真的就比較難講 後年有可能降息會進入到一個比較大的波段的話 那有可能價差會變成一個主要收益有可能 這是我對明年的債券ETF看 那另外一個明年我對債券ETF有一點點小優心的 也是跟匯率有關 就是美元貶值 因為今年我們看到美元停止 光是停止升息這一件事 就引起了一波美元賣潮 萬一明年美元真的降息的話 我覺得會帶動另外一波的美元賣潮 所以美元明年有點貶值壓力 所以如果你是直接用台幣轉成美元 美元要轉回台幣的人 那匯率貶值的話會有一點會損 除非你就是美元資產你都不變動 你就是美元資產買美股 美元資產買美债 回來還是美元資產 那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那我基本上現在是沒有持有那麼多的美元資產 所以我基本上 因為大部分我都用台幣 在台灣工作生活 所以我就對美元貶值壓力還是會有點在意 那明年股市的ETF 我基本上還是維持我今年的主要車 你高股期間我還是不賣 繼續不賣 堅持不賣 然後但是像市值型或槓桿型或產業型的話 我會根據指數的區間來賣 那我認為明年的指數區間是比較偏向一個箱形 這個箱形呢 因為台股從12682漲上來突破到18600 之後就進入到這個大箱形裡面 這個大箱形是有因為有半導體這個產業大成長 對 但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到一個更新強大的動能 能夠大幅再突破這個箱形的區間 特別是明年的經濟成長也只是略好而已 我覺得動了沒有大到能夠很快速的再創造 另外一個更好的這個 這個區間 所以我明年大致上是用箱形區間來操作 用逆勢操作的原則 我講的逆勢操作 雖然我們講順勢操作是 大盤如果突破某個關鍵點 我們繼續追漲 對 繼續加碼 逆勢是我們到箱子頂的時候會賣掉 到箱子底的時候我們會買進 所以我們明年是採這個策略的基本邏輯 那我有一個對指數的基本看法 因為我們把過去10年 這個其實是用五線譜拉出來 你去把台股大盤10年拉出一個趨勢線 它的加權指數大概這個區域的中線 現在大約是在16,600點 那往上一個標準差 上面一個標準差大概18,100點 往上兩個是19,600點 往下一個是15,100點 往下兩個是13,600點 那在這個標準差 一個標準差裡面是比較容易發生的狀況 也就是說在15,100到18,100 這個箱型區間 我認為是明年最可能波動的區間 就是沒有特殊的重大利多 重大利控的情況下 那這個就是屬於箱子的上緣 跟箱子的下緣 如果在 所以如果高過17,500的時候 我就會通常會傾向在賣方 如果低過在16,000的時候 我覺得會傾向是在買方 那如果除非真的有發生一個特別強大的動能 它有可能會突進到19,600 但是我覺得這個機率是相對低的 只是說如果真的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很開心 就先觀察一下看看那個動能會到 會強大什麼程度 好所以我幫大家整理理清一下 所以豐哥的建議是說 目前呢會希望建議大家 就是我們是可以把大盤視為加減碼的標準點 就是往上一個標準差跟往下一個標準差 也就是在往上一個標準差 18,100點附近可以有一些停曆 分批停曆的動作 那往下一個標準差 15,100點左右 可以做一些加碼是這個意思嗎 好所以除非有特別重大的利多的話 台股有機會破19,600點 最後一點時間 我想特別釐清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豐哥有特別提到 你認為明年債券就是做一些配置領席 可能賺價差大幅度的價差 你覺得機率不高啦 對 我可 因為我覺得明年還不會到大幅降息的時候 對 那因為其實最新公佈的 11月份的美國失業率是3.7% 比市場預估的還要好 所以更沒有降息的理由 就是不給你升息已經算是 對 聯準會就這樣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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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主要是因為就業市場一直很強勁 那你要不要預估一下 因為現在市場上本來有人預估是 3月就會開始降息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 先讓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